由金门县政府还有中华民国锤球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一届金门杯 全国锤球锦标赛 日前在体育场盛大举行 总共来自全国20个县市60支队伍报名参加 有7到800人参加这回的比赛活动 开幕典礼是由副县长李真才主持出席贵宾是灌溉云集 除了地区各局处首长贵宾之外 还有中华民国锤球协会理事长也率领协会多位的理事前来共襄盛举 锤球是这几年很新增的一个运动 它是适合各联邻层也很适合很多场地 也是最简便的区台进行的区位运动结合的一个运动项目 我想在大陆很明显 这个校部它的CP值很高 也不用很昂贵的设备就可以进行 我想金门县区会从去年2月4号成立 到今天还不完一年 但是我们的成绩回来 我想未来100多个 明天就200多到500多了 很快 我们希望说 这个全球协会第一届在金门办 我们想说第二届第三届永远地办下去 金门县认为全面的支持 这是一个全面运动很好的一个基础 锤球是近几年来新兴的运动 动作温和 少有运动伤害 非常适合每个年龄层 可以说是老少嫌疑 所使用的器材也很简便 不必花很贵的设备就可以进行 场地也很方便 一片空地就可以开打 可以说是经济又实惠 又可以促进身心健康的趣味运动 比赛中 球员们除了注意场上各颗球的落点分布情形 脑中还要计算着集出球后的可能轨迹 小心翼翼的控制力道 将球垂到理想的位置 不但能运动也能活化脑袋 促进身心灵健康 有60支队伍来参加在金门这次的比赛 非常感谢我们金门县政府 还有金酒公司 还有这个董处长 还有金门大学 还有很多的相关的单位给我们的协助 能够在这个金门来这个开发结果 金雕塞经过一天紧凑的赛事之后 圆满落幕 来自全国20个县市的锤球同号 挥甘竞技 金门A队也在比赛中取得不错的成绩 李真才在会场也表示 县府会全力支持这项运动 希望明年继续的举办第二届全国锤球锦标赛 进一步结合金酒公司 共同将这一项比赛更盛大举办 欢迎锤球同好们 共同来金门打球 促进金门的观光旅游